手沖的部分我自己喜歡就是喝的比較沒有那麼重 去過那個教授那邊一次之後 我就覺得其實我自己喝的咖啡 我覺得味道都太重 所以我喜歡他的他說的那一套 那我們自己的話我就是用18克然後沖300 水溫的部分我大概都用88到92看豆子的表現 我喜歡的沖嘛我喜歡一柱沖到底 就我覺得他可以比較表現烘豆是他本來想要呈現的東西 除非我覺得這隻豆子比較特別 那我就會用另外的沖煮法 有的時候也會用刀割的方式就是點滴 水量的部分我大概都會抓豆子的1.5倍 就大概就是28上下 那時間的部分我自己都是抓30秒 可是有的時候我會覺得會看豆子新鮮的程度 或是他存放的狀況 在他快要破裂之前我就會注第二柱水下去 我喜歡帶甜感 所以我的器具都會比較偏向就是走甜感的表現 那沖煮的部分也是在中段的部分 就是多沖煮一些我喜歡甜的味道 比較高的水溫的話 有可能是豆子它的存放時間比較久一點 或者是它的賠度比較深的時候 我會希望讓萃取的時間縮短 然後提高它的萃取率 如果懂一點水溫瓶就聞到 那邊吃那邊吃到有餐廳 鼓量就出了 比較遠的地方 然後進入壓